现在是榴莲季节 不过你们会不会觉得 最近的榴莲好像没有以前多了 业者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榴莲的收成不好 最近几年因为货源减少 加上新业者加入 还有消费习惯改变 给传统榴莲店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现在的榴莲商不只要做上门生意 还得兼顾送货服务 以便满足顾客的需要 傍晚时分 东海岸路依旧车水马龙 榴莲店门口灯火明亮 一天的生意似乎才刚要开始 物以稀为贵 今年的榴莲收成少 价格已提高了 我们拿这个贸长王来讲 今年比起晚年 差别差不多35%这样 去年的话 现在的话就要20到25之间 现在是差不多30 要35之间 这家老字号的榴莲店 一天可以卖出400到500公斤的榴莲 不过老板透露 跟往年的生意比较 今年稍微一些逊色 因为价格的贵嘛 有的人就会买便宜的嘛 不然他就是少买一点点 所以怎么样到多少少都会影响 三年前 王耀林也随着网购热潮 提供网上订购服务 如今网购生意占总营业额大约两成 生意增加 顾客的要求也多了 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 榴莲店因此也增添了一台密封包装机器 现在每个这个潮流了嘛 每个人呢就是按几个button 就可以order到到你的家门口嘛 也有进来我们的店拿的 也有 but也是有一个 好处也有坏处啦 好处已经增加20%的营业额 可是坏处呢 又要请多几个工人啊 又要送货啊 又要包榴莲啊之类的 而这家榴莲店老板 同样是基于网购外卖服务兴起 在五年前创业卖榴莲 但是随着顾客人数增加 蔡成才在一年前开了实体店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摊位的话 怎么讲那个customer对你的信心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有些公司 他们要做那个榴莲party的话 他们通常都是要找一个有店铺的人来 买大量的那个榴莲 根据农粮局的数据 本地的榴莲进口量 这几年都起伏不定 不过今年上半年的进口量明显减少了许多 只有去年全年的大约三分之一 从数据来看 榴莲进口价都在攀升 今年的价格跟四年前相比增幅超过一半 好像现在这个今年的这个收成 就是三月四月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看现在 三四月它已经开花结果了 可是它有大风大雨 它掉了很多 所以影响这个 这家果浆生产加工厂 榴莲果浆是它最畅销的产品之一 它每个月用上五公吨的榴莲 榴莲涨价 它得承担部分的冲击 马来西亚榴莲供应商的价格 涨了大概百分之四十八千 或者起了百分之二十八千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成本提高的价格 全部算在客户上面 他们一定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所以我们为了保存这些顾客 所以我们只是把一部分的价格稍微提高 于公司有足够的货云 榴莲果浆的生产不受价格波动影响 稳定的果浆供应也吸引了一些餐饮业者 转而向它购买榴莲果浆 因此营业额不跌反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我们就是有一定的马来西亚的供应商 我们跟它有一定的协议 就是当旺季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大量的收购 冷藏收在我们的冷藏库房里面 做生意不能够原地踏步 邱雅系也计划加强网络分销 而卖榴莲28年 王耀林认为 跟随潮流为生意注入新点子是必要的 但是必须把功课做足 与榴莲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 货源的品质和供应十分重要 再加上竞争激烈 菜成才只能够在旺季时 才摆摊卖榴莲 不是说每一个季节它的榴莲都是很好的 还有另外一点的 它是它的那个榴莲的价钱 现在是越来越贵 如果你的榴莲卖不出去的话 很容易就会亏本 榴莲贵为水果之王 商机不小 但是随着货源紧张和竞争家具 要在这个行业长久立足 绝对不能够一尘不变 我们采访榴莲商时了解到 榴莲树有不同的种法 而且种出来的榴莲味道也不一样 欢迎到我们的网站收看视频 稍后回来 新师地产信托总裁周端昌博士 将在CEO面对面中 分享他怎么样管理旗下的商场 应对网购的威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